來看是這個台北的自由行 這件事 現在說第一倍的自由行的這個路 應該在後禮拜第一就去到臺灣了 所以這個領導環政府現在有何會發出來 這個提醒 提醒這觀光客來臺灣的時候 一些要注意的事 特別是這個網路上 最近也有流傳一群 說這個台北的觀光客來臺灣 要注意的十次 包括說來臺灣 說的問題 太過了大聲 台灣歡迎你 自由行就是開口 接台領館準備用台義用來臺灣的柳客門口 雖然交流更加進一步 但是兩法官方也都發出提醒 像中國國家入獄的注意事項裡面 來臺柳客不可以參加伴教 設定 特品 還有優海兩法官和活動 更加不可以規劃超過時間停留 台灣後面是提醒三個三不可 歡迎柳客來做健康檢查 保健翁鑫及十八至美容活動 但是軍事各方地區 國家市監視 科學本區在地點是韓祭參觀 路行業者也會提醒來臺灣的柳客 我們在這手冊上面的也提供了我們一些 實用的資訊 例如說捷運的這個路線圖 高雄跟台北的 然後還有高鐵的時刻表 那另外的話就是說有一些善意的這個注意的提醒事項 最有趣的是網路頂邊流團一份六客來臺十次 第一項就是不可以頂到的華毛主席萬歲 要過公會後面會等待一個兒子 來去面索不可以不關門 今天像說不可以太大聲公圍跟後面賺東西 如有嚴重任務 六客來臺觀光已經開放一段時間 所以現在都不錯 應該不用特別提醒生活的規則 而且這次開放是北京 上海 廈門 這三個城市的國際水平都蠻高的 所以我不認為有什麼那種不可的事情發生吧 不太容易 根據移民宿的統計到日子的報六點 收到四十月內 台六六客深圳來臺灣主委猶言 按照電視應該在日後的報辦出簽證 第一次六客主委猶言 無定日北的報到臺灣 如相約這次數卡連手都說他們準備好了 繼續由主張進行台北報道